《海賊之王》 《鄭之隆傳奇》是明華園戲劇總團 我們這一次非常用心推出的旗艦製作 前前後後他也不斷的修正 即使是首演完 因為我們希望讓觀眾看到的是 更完整的鄭之隆的故事 這次我們來做電子龍的故事 其實我想要用海上角度來看台灣 原本我一開始想要做電子龍的故事 結果後來我發現他們老爸 電子龍的故事比他更精彩 由一個大海洋的世界觀 出現了一個鄭之隆 他的領導能力 還有他的智慧 與眾不同的生命的價值 有什麼好丟呢 他由一個海盜 到最後他成為一個水師的總領導 他可以去打荷蘭艦隊 可是他又可以跟荷蘭人聯手 去偷襲西班牙的船隊 大航海時代 海上其實沒忘緩 誰打贏就把別人吃掉 那鄭之隆就是在這樣的氛圍底下 慢慢的成為一代蕭雄 我這輩子沒演過海賊 他為什麼可以由一個書生變成海賊 海賊再變成一個大艦隊 打敗外國人 哇 這個格局太大了 我沒有遇過 我是個小女人 過去孫老師在舞台上 影業形象就是修行 這次變成海賊 等孫老師也是 心難接受要做這個挑戰 我們讓這些多國的語言 通通呈現在我們這一次的舞台上 那孫翠鳳老師他就很辛苦 他要學荷蘭話 澎湖一直到 俄羅斯 工夫 我們是這個 在那個短短的海洋生活裡面 他可以去面對很多外國人 跟他談判 超厲害 可是對我來講超痛苦的 我背道我已經都快要 快要往生了 這期有非常大的海戰的經驗 永遠 非常真的是拼命 要來 訂閲出來當時海賊和阿球 甚至跟岸邊 在海上在拼生死的經驗 我們真的把大船開到舞台上 這樣子的震撼的場面 回過頭來去想 鄭之龍為什麼成為鄭之龍 孫翠鳳演一輩子的戲 我覺得我演到了鄭之龍 我自己表演生涯 我沒有遺憾 看起來要了解說 台灣一個鄭之龍的開崑集合 辯罪在東亞的一個很有重要的海島 就是叫台灣 作詞 李宗盛